嗨你好 今天我会分享 在股市上怎样有持续新盈利的秘诀 基本上这个都是公认的 呃 东西来的 那个就是 心态 在此之前我会自我介绍 我是很多人就知道 呃 大概你或许没有见过我 我的名字叫 麦庄 所以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 嗯 也就是九到六啊 很多人都是以前是九到五 现在越来越啊 竞争力越来越大 所以他们也是变到九到六了 然后呃 到目前为止 我有八年的学习经验 在股市上那边 我还没有开始进入股市的时候 我就喜欢学习 也是有间观察 也是有访问很多那些人 而且中间报告不少师傅 也有读很多的书 啊 才进场 这样至少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接下来就是 啊 实际的经验 就是真正入场的话 到到目前 在2015年 啊 才大概三年的经验 然后我也是被人家 呃 变成一个他人的传奇 是因为呃 在2014年的时候 我是把我从这个呃 198 就是剩下两路的那个 Cromat 然后增值至少100倍 在呃 一年里面 就是2014年到2014年尾的时候 就增值了1000倍 这个当然我 又用了很多技巧 还有知识之类的 最重要是我的心态 那也是很正义下 然后 接下来会回复 回回回回到正题 心态那边啊 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 就是他们没有目标 说他们没有那个人生的目标 在啊 股市上也是一样的 就那些人哈 他们有一些人最糟糕的 就是他们要赚越多 在股市上越多越好 赚 就是 没有那个明确的目标 要赚多少钱 这也是一个很大问题的 也比如说你赚一块钱 在股市上10块钱 也是算多 所以你 所以你一定要给你自己 至少一个明确的目标 比如说我要在股市里面啊 这三年里面我要赚100万 当然也是要看情形的 也是配要 是要一些技巧和知识之类的 是不能盲目的 只是没有目标 不能啊 没有实际的 都去做 这个也是不大实际的 所以在此之前 你就要问 你的那个目标 你叫什么 就好看 跟我讲你要赚多少钱 比如说100万之类的 很多人没有问 然后为什么你要 为什么你要这个就是 就给你的脑会发挥更加明确 但至少你知道你不是没有 就是跟着其他人要你就要 至少是你要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第二第三个东西 问题就是你可以做什么 就是你要怎样就是你要 以目前的情形下 你的知识你可以做到吗 比如说你啊要赚100万 你需要啊会分析 股票的走势 还有各股的行业啊 之类的 还有看投资类的 你目前可以做这些吗 不可以的话 你就需要做什么 所以很多可能就是曝月了这点 他们就是赶赶去股市那边去 上仗场就是好像你没有捉着啊 就是没有吃着武器就去上仗场 打仗这种是蛮危险的事来的 所以你就是要清楚了解自己 你的啊本分到哪里哦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怎样来做来达到目标 这个就是啊计划之类的 当然也是和第三个问题一样的 你可以做到什么 你不能做到什么的话 你就要去这些想法解答想这些办法去改善哦 他一样东西就是困难与容易 很多人的思维里面 第一个想法就是他们心态里面 就是给困难这两个字 给局限了他们的那个行动力 很多人他们往往就是股票是很容易的东西 只是跟着啊 他的那个步骤这样慢慢一步一步这样走就好 好像你小时候还是婴儿的时候 你没有可能就会跳或是啊跑了吗 当然他都开始是要爬 还有之后才慢慢的磨磨磨坊 走走了才会跑跑才会跳 这些全部都是一步一步来 就是没有啊直接就是那些啊 short cut之类的啦 所以很多人就是他们一想就想到 哇很困难事实上没有东西是困难的 全部东西是很容易的 只是看你的啊 你的你目前是站在哪一个位置 所以先要开始在股票里面 你的思维一定要想是很容易的 因为你的东西只是做一样东西 只是一个一步一步来 这个才是最重要好像啊 一千公里啊 你也是要开始从第一步开始踏踏出 一样东西要你没有可能一步就可以到一千公里 他这个目前就是很多人就是有这种期望 所以他们就是把他们的想法就变成很困难了 所以他们就就好像这个正面墙一样 他们自我自在一个面墙 你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正面墙的话 你就可以通行无阻 可以直接慢慢走出 就算有面墙你也是可以爬过去 他们就是看到这面墙放弃了很难哦 这个是一个很可悲的想法 是形态问题啊 就就好像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箱子 你就是自我困在这个箱子里面 没有跑出去外面 这个就是那个有困难想法的人的 最大的问题 就是自我实现 连那个最 一个最出名的那个 要叫什么 没有什么 忘记他名字的 他也是可以做得到很多东西 不论人可以做东西 他也是可以做 他没有放弃他自己的生命 你也是要啊 比较有自己一点的那种想法 所以你就应该尽量往容易的方向想 你目前是去哪一个 就是哪一个 哪一个什么之类的 比如说是哪一个 方向或者是站在 目前是站出去哪一个阶段 对阶段 你就跟着那个阶段走 没有可能 你就看到一些人赚钱 一直大赚 你就跟着大赚 因为你完全都不知道他怎样操作 这东西就是要慢慢来 不用急 然后还有一样东西也是 啊很多人啊也很困扰了 就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想要也需要 这也是和股票很大啊有关联的 有一些股票他们也是 啊很多人搞不清楚 有些一些股票他们只是啊 他们的他们不能发展为长久 是因为他们只是局限为想要 只是暂时性的 凡是那需要的 他们就比较长存 比较是吃喝玩乐住 还有那些啊 做的也不一定的 还有那些工作之类的 所以那些人就不大会分想要与需要 想要和需要的分别是很大的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需要这种啊蔬菜啊 这些营养就是菌啊 营养比较均衡一点 然后往往的很多人就比较倾向这种 就是这么想要 因为这种看到比较特别一点 虽然这个也是很健康 不过他的 这个价钱比我们需要的东西 是来的贵很多倍的 这个就是啊很分别 反往是想要的东西会特别贵 需要的东西马往会比较便宜一点 还有另一样东西就是 之前我出新车的时候 有一些人 打算出新车的时候 一些人会 希望我出这样的车 这个对我来讲 根本都不是我需要的东西 只是最多是局限为想要 但是想要也是会有啊 会牺牲我的现金流之类的 所以到后来 我就是选择了这个 阿虾 他也是满神油 然后我现金流基本上是 很好的掌控着 现在还是增长着 所以要分清楚 这个就是一个概念 就是给你知道想要跟需要的分别 往往追求想要是好的 但是不要太过 反而别别忘了你的需要 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还有这里就是另外一个心态的重点就是责任 很多人往往是他们是认为他们是应该 或是invent等到的东西 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他们就往往忽略的这样东西 就是他期待每个人都给他们知道 就是啊 spoon feeling之类的 就是直接 其忘他人啊 喂他喂到直接在他面前那边就好了 这些东西是很难一下咯 如果你要事情是准备你的啊 阶段是在哪一个阶段 如果还有一些东西是你和其他人有什么关系 你我都不认识 我们都是陌生人 为什么这个不是我责任 我需要帮你 我必要帮你做这些东西咧 所以很多人就是啊 副业的这个东西是很不应该的东西来的 那当然也是忘了自己的本分 比如说 呃 你 应该做自己的那些功课之类的 不是其忘人家给你功课 就好像我们去啊 学校 学校 学校上课做功课的时候 没有可能 呃 会叫其他人家帮你做功课了吧 有的话你也是 呃 需要给一些钱给人家做 或者是拜托 这些东西就是啊 本分之类的 有些人完全忘了自己应该做的是什么东西 这也是很可悲咯 然后还有最糟糕就是 呃 跟风 买卖 股票 然后 亏了钱 就埋运人家 赚了钱 就 没有你人家 这还是没有问题 但是埋运他人就是有一点过分了 因为这些人家就辛辛苦土 啊 分享他们的功课给你学习 至少他们是教你怎样去啊 钓鱼 但是你很可惜的就是如果你输了钱 你还去埋怨他们 或者是啊 诅咒他们的话就有一点啊 不如怎样了 呃 往往就是因为这样啊 会啊 弄到你以后的生活越来越难过 然后你的人印也是越来越差 因为你一直啊 比较带着负面的情绪 这三点是啊 尽量最好不要啊 做这样的东西的 哎 这个就是也是很大的东西 最大的一个啊 主啊 你前进的东西 就是你对问题的态度 有很多人就是太过太过多管闲事 那些不是你的问题 干什么你要去管呢 你自己的问题都管不了 你还要去管他任何东西 就是自己拿问题啊 加多点问题 加多点压力给你自己而已 所以说 呃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喜欢问题 呃 说实在的问题 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除非你是企业家 你是啊 提供那些解决方案 而不是啊 八卦一些 或者把问题火上加油之类的 这些就不好做了 还有就是也是忽略了自己的问题 和只是帮人家解决问题 现在不 这个也是不能改变的东西 因为我们啊 学校里面就一直教导我们 要帮助人家解决那问题 他们反而忽略了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你还要去管他人的问题 就是啊 局限为多管闲事的 这个就是 不看好自己是什么回事呢 啊 有 我们目前也是有很多例子的 其中一个就是 你我都知道的 那只鸡哦 嗯 还有 最糟糕的就是 啊 很多样的这种思维就是 买了股票 全部丢在冰箱里面 然后一看不看 十年之后才开来看 这个道理上 理论上是 听起来是不错 事实上实际上 没有这回事的 就好像很多人就讲 你买云顶 十年轻你买云顶 然后不用看 到回来十年后 你就是百万成家 你现在这样 因为我们是看回过去 才得以的结论这个啊 东西 不过事实上是 没有人可以得到这个结论的 因为 十 是 会 换 每一个局势 你在不同的时间点 对应对待啊 未来 我们都不知道未来 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些东西是很 个人也是 啊 不一定的 我们只是要跟着 那些东西来改变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跟着 那个图表分析 就是技术分析 或者是看着财报 来根据决定 就是那个啊 基本分析 除了这些之外 还要看那个政治局势啊 之类的 很多东西需要去考量 还有去观察的 也是要实时更新 你自己 你买进 所买进的股 不然的话 你没有可能会持有十元 分分钟持有十元 那个股已经被下市了 像是如果那个公司 还很健康的操作的话 你好许还有一些股息 不然在上市的话 你还可以拿回 啊那股票还可以卖出去 如果反之的话 就比如说那只公司已经倒闭了 那么你什么都没有了 更何况来看十年之后才来看呢 这些东西是风险蛮高的 所以最好就不要把那些东西丢进冰箱里面 不用看了 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语速来的 ok 还有另外 这个也是很可笑的 在形态那边 很多人就是他们会想 从错误中学习 这东西基本上 你都不知道哪里出错 所以怎样去学习 你都不知道那个是错误 所以你会重复性的犯同样的错误 就犯了再犯 因为你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那个错误再出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没有打好你的根基 那你知道怎样去改善 得到更好的成绩呢 所以到后来你都变成一个浪费时间 和你的金钱 你的宝贵的时间 跟宝贵的金钱 这个是很多 在股市上的傻物都会做的东西 尤其是那些新手刚入市的时候 就迫不及待的进入股市那边 这个是很遗憾的东西 你连怎样爬都不知道 你就学怎样跳怎样飞 这个是 到后来就会变成浪费时间跟金钱 只有你有一个心态 就想只要有人在 不怕股市没有在 因为股市也是 有人才会有股市的对吗 没有人的话就没有股市 但是这个这句话你要好好的记住 所以不怕慢慢学习 最重要的是你要跟金钱要打得稳固 你才可以知道什么是错误 因为当你学习的时候跟实战是完全不同 那样的东西来的 像我之前我 学了五年之后 我进场的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这东西 理论归理论 实战归实战 所以他那东西你要怎样去把你的理论 转换为实战 这个也是一个技巧来的 这东西就是要经过这些错误中学习 才可以增长的 当然你要前提之下 你要知道那个是错误啦 不然的话你也是满 浪费你的时间和金钱而已哦 然后怎样解决这方面 就是我刚才已经讲了 你就要学习哦 所以要给点耐心的去学习 不怕啊起步慢 最重要还是要先稳固你自己的根基 所以那边 这里也是更好讲啊 根基就是望地高楼从地起吧 对吗 就是越高的楼 你的那根基要打的越好 所以你的成就在股市上要更好的话 当然一定要打啊 打好你要根基 如果要快的话 就是最好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找一个师傅来教导你 市面上也有很多 那些不负责任的师傅 只是收了你钱 然后就啊 完全不管你的 当然也有一些是很好心的师傅 也有一些是完全免费教导你的 你要清楚知道 在股市上没有一样都是要 一按一个button 一按一个键盘 一个按一个牛 啊你就知道明天要买什么股 这个是没有可能的事 因为 你还要需要看到股 他的那个成交量 你比如说你有50万 但是当天的成交量才 几千块 没有可能吧 你也没有可能买到足够的货 也没有可能出到货 这个就是交易量的问题 所以按那个钮就可以知道明天买什么 你也不知道那股是不是炒股 有没有那些啊风险在风险 很多东西很多人 市面上实在有太多这种啊 误导性的啊 师傅这样跟你讲 这种师傅你就尽量避免啊 因为他们只是就他们比较专注 你赚你口袋的钱多过啊 帮你从股市上那边赚钱哦 所以啊筛选那个老师师傅之类的 也是要很小心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你认为风险是什么呢 风险很多人都是问为没有风险就没有盈利 这个对股市来讲也是可以对也是可以错 然后高风险低盈利 这个也是很多人目前在做这东西 就是他们就是尽量的投机性 或是去赌博多过啊投资 投机跟赌博差不多很接近 但是投机至少知道他的风险在哪里 所以他们也是可以做到蛮稳固的盈利的 反而是赌博就比较危险 但是高风险低盈利 多数都是那些人保持赌博的形态进去的 然后高风险高盈利 这个也是蛮啊也是很也是会发生在股市上的 所以那边也是没什么好讲的呢 然后低风险低盈利 这个在股市上那边也是有了 比如说那些你买那些蓝筹股之类的 或者是那些Rex的Royastic 就是产业信托股这类的 ok这些啊他会每年都会给你大概6%左右的股息 但是他的那个成长是有限的 你看他股价基本上是增长不多 只是他看起来是 啊风险是蛮低的 然后所以他的盈利是蛮低的 还有一样东西最好了 这个在股市当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变成低风险高盈利 只要达到这个低风险高盈利 当然你就是从那个高风险高盈利 那高风险那边就是尽量去除了那些风险 所以你尽量减低你的风险就变成 到后来又变成低风险高盈利 这个就是到了一定程度 在股市上啊 你的就是你的根基达到够稳固 然后你也知道啊 改正你的错误从那边 从错误中学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就会打到自然而然来打到这个啊程度 然后最理想的程度就是低风险非常高盈利 这个东西是很多人都啊不但知道是怎样的东西 比如说投资评单 或者是公司的评单 他虽然那个评单是会过期 不过当你知道他的风险是 找哪里的时候 或者是那个公司是成长的话 他会变成这个低风险非常高盈利哦 比如说高万就拿高万好了 那时啊高万这价钱才八毛多 他的儿子就是他的那平单 他妈妈是快八十块九 那时升到接近三块二十两块八的时候 啊他的儿子就开翻了 这个就是他的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买那高万的话 你才啊不是很高 反正你买那个平单 他的平单的话高万的平单 你就会得到更高的回酬 这个就是低风险非常高盈利的啊 由来咯 然后呃 我为了方便讲的话 我就拿英文来讲好了 毕竟华语就没有这样好的啊 翻译出来 比如说在风险那边啊 英文的字是reads so我是调反来念的话 在care的时候就是care 就是keep 然后s secure就是保住 然后i就是investment就是投资 然后profit r就是profit 用第二个字 所以变成他联合在一起的话 调反了就是联合在一起的话 keep secure your investment profit 这个就是变成 如果啊 跟你讲风险那边最重要的就是保本的重要性 这个也是符合那个啊 巴菲特的保本的那个低他的规矩 第一不要啊 忘亏本之类的 第二不要忘记第一个规矩 所以你可以可看到那个持续性的盈利 就是要尽量保住你的那个本 比如说你赚啊 赚100%了 当他跌到10%的时候你就要出场 很多人会 他们讲叫做止损 但是我把它换成另外一个更好的词 叫做转折点 因为我们华人的思维那边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转折点 ok so 看在这里我们就是我们的大脑要怎样的有效的操作 当然之前我们已经讲了那形态那边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 之前我那边有一些人会问我呢 刚才那个字我回去这边 那个啊为什么不发 return 我会很简单 就是因为有关于第一个东西就是明确的目标 不要有控扰的东西就是比如说 有两个意思以上 profit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利益 利益 return 反正就是有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回头 一个就是回报 回仇 这个就是一点啊 有两个意思会困扰你的那个脑 所以我们不要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放profit 不要放return 然后一样东西就是止损 刚才我刚才有讲过了 就是我把它换给转折点 之所以把它换成转折点 因为当我们听到止损这个字 我们会变成不会止损的 这个是铁板的试词 十个散户里面 只有不是10个 现在的比例是50个散户里面 啊有49个散户是不会止损的 如果他们用这个字的话 反之我们如果把这止损变成转折点的话 它的那个就是出场就止损的话 啊机会率会高了很多 当然英文那边叫 safety point 这个也是我了想了经过一些研究 就是最后我才决定把它 啊翻译成为转折点多个安全点 因为安全点基本上是啊 风下不大 所以还是换了转折点 至少这个转折点啊 可以看得出人生转折点 也是不错了一个 至少我们大脑知道 我这个是有机会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 不会由于的直接出场了 当然那明确的目标 开始时候 我们看得到的是是一条直线 你看到一个这个你的目标 就是好像一个直线的 不过很可惜的就是 在事实上是 你会经过很多阻碍那些挑战 到最后才达到你的那目标 这里就是我所说的那个 你要从作物中那边学习 当然你要知道你要准备好 然后比如说你没有那个知识的话 你不会啊过河啊爬爬山之类的 这些是一种啊知识 你需要必须要找悟的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很多人就是他们现在目前处于在这里 他们想要变成怎样的人 不过中间中有一种叫做那个挑战性 就是信心的问题 只要你跳过去就好了 有些人看到我这个距离很很长远 当然你我们也是一样东西就是可以做一个桥 走过去或者是跳过去 看你怎样或者是哪一个工具来帮助你 只要你跳过去就可以了 只是你爬过去对面也是可以啊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人看到 这里就是很困难了 这个思维就是很可悲的东西啊 就想这个没有一个困难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挑战性吧 那么你一下子跳就过去了 你也不会啊不知道 哎这么简单而已 这个就是容易跟困难啊困困难的那个想法的分别 当然最好的东西就是 我所说刚才所说的就是慢慢来的时候 你要只要你每天一点点的改变就将来就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你如果没有做什么东西 就是在同样东西一直做同样的东西 你的过程就是这样的 你的人生就是这样的 到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还是这样 不然生活品质会下下降 如果你的那个人就是这样 如果你要做一点点改变 你看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点点的一点点的改变 然后一直这样啊延续着这种改变 到后来的时候同样的接到比如说十年之后 只是因为那种小小的改变 你的那个人已经是不同了 你的生活品质也是会有所提升 这个就是他们的分别 所以每天一点改变并不可悲咯 只是看你要不要采取行动 所以每天一点点改变 是一个很好的啊奇发点 讲到奇发点那边有一些很多人 不是一些人是很多人都是会想为 呃 那怎么办呢 我现在已经很迟了哦 你要想清楚 你看那个kfc这个创 创业创办了kfc的人 你看他65岁才开始创办 然后当然也是 这里一定又有一些迷失的年份 你看我们那个啊过程中 那种小婴孩大学毕业结婚 然后就人生低点 然后就啊什么 make life crisis 就是中年危机之类的 这东西就是 每个人都会面对东西来的 人生一开始生出来 到后来每个人的终点都是一样 就是死亡 见终里面活的够精彩 就是看你要不要咯 所以有一样东西就是 啊永远没有太迟开始 只是看你要几时开始 最好是现在采取行动 现在开始 还有呢另外一个很好的图表 就是你看那个一个啊 angry bird 这里 他们的那个创业啊 创业家你看 有时开始是三个人 开始呢 他们做了51个啊游戏 之后他们差不多要破产 在2009 你看他们2003 2009 差不多6年 差不多要破产了 最后他们最后 他们在最后的时候 他们没有放弃 这里要这个 这个故事会强调是不要放弃 所以他们就最做他们最好的 就每一天做10个idea 10个那个想法来啊 做那些game了 之后有一天就是他们 很幸运的 所以做到这个angry bird 出来 然后就蛮成功的 然后就蛮成功的 所以这里这个 这里的图片就是要告诉你 There is no failure in no longer training 就是你只要你不要放弃 就没有失败 这个字出现在你的思维里面 只要不 你要只要啊 不断的想想是 不断的改变 所以你当然就是这个 也是从作物中学习的精华中的精华 就是不断的改变 不要怕 赏识新的东西 但是你要改进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赚钱的心态模式 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赚 亏对比一定要二对一 你赚的一定要多你亏的至少两倍 比如说你会亏一块钱 然后你是赚赚两块钱 这个是很值得去投资的东西啊 这里就是在要在股票上 投资股票上有力翻作为就是 啊 持续性的盈利的话就是 你的赚一定要多亏 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二对一 赚亏对比一定要二对一 然后当然要有几率 这个东西就是不能讲 你今天做明天不用做 然后后天做又没有 啊到后天没有做 这种计算 你每天都需要一点的改变 每天都需要啊 很有激励的去啊 实行你所做的东西了 然后还有当你有做了错误的话 你就要容易承认发啊 你有犯错了 就是从那边我们才知道啊 什么东西就是检讨啊 改善你的那些错误之类的 很多人就是啊 太过爱面子的 所以到后来他们就会 使得不亏的 亏的不死 是亏的不明不白 最后最简单就是 也是形态的问题 就是他们不会承认 他们自己犯错了 然后还有不要背负 背负回自己的责任 自己的责任 也别忘了 很多人就是忘了自己责任 就是一直啊 像男家淘 淘那些提示 就是你们所谓的tips 这是不好的东西 tips 在一些方面就是好像 比如说你会 啊帮你减少筛选股 就是选那些 比较有钱质的股 但你也是别忘了 你需要做些 啊肯定的工作 那些那些功课之类 比如说你去啊 翻译他过往的年报 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好 然后对比政治局势之类的 要看他的目前的走势 从图表上那边看 这东西就是你自己的责任 因为买卖权最后 还是在你的手上 最后那个买 买股票的人是你自己 不是他人 这点你要清楚知道 所以不要忘了自己的责任 还有最重要的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会 忘了 是 是 啊 不会 要应该要做的 好像巴菲特也是会做的 就是你把那赚钱 当成一种习惯 赚钱 如果你把他当成一种习惯的话 这是会一个 会 很恐怖的东西 当你把赚钱当成一种习惯的时候 你就无形中的变成一只赚钱 会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吗 所以当你已经 已经把赚钱变成一种习惯的话 这种是很厉害的 很好的一种习惯来的 所以你不知不觉就是越赚越多 然后久而久之你就变成 持续性的盈利 在这里也是要讲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多 散户的心态 开始时候当股市上升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大的希望 就是他们想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 然后在上的时候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热关了 非常热关了 所以他们讲什么都一来一好 然后在上帝当街上的时候 他们就信任 所以他们讲 哇这个是什么都不同了 在上到最高点的时候 很多人就讲 认为他们买什么都会上升 他们当成自己是股神啊 这时你看到很多 啊股仙啊股神啊 很多那些 啊这边股神啊 anti uncle也变成股神啊 这这一段就是要很小心的 我们自己也发生过 然后中国最近股市也发生过 当他下跌的时候 哇这里又开始紧张了 我有事哦怎么办 那时就很糟糕 在下的时候他们就想啊 就在那边啊会否认 他们会访谈的一定会访谈 现在已经看到这个阶段了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会跟人家讲 尽量提高你的现金比例 在这里这个也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我是跟着这个市场 市场啊啊 那个情绪来啊做买卖的 因为这里 当不管那股有多好都好 如果市场是出于这个情绪的时候 真的要很小心 在下的时候 就开始恐惧了 我开始不能了 这里还没有中那些 如果有那些借钱买 买股票 比如说中那些margin的 所以这边就还是 因为中margin call的 然后在跌下的时候 哇那时候 他们就被逼要卖完全部东西 然后在下跌到低点的时候 他们就很生气了 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 就开始埋怨咯 这就是一个不好的那个 心态的 然后在反弹在下跌的时候 这里其实是很失望 然后是绝望了 完了全部要出完了 不用看了 股市不能完了 还有或者是当股市反弹一点点 然后说我们讲 这不是真的 这时候还会再下跌了 然后 再会反弹的时候 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就够了这个阶段 然后再重复这个股市的那个 散户的心态 如果要改变的话 如果你要成为持续性盈利的人 在股市上 在这个很多人很兴奋的情形下 你就要很恐惧 然后很多人看到这个 你就要很悲观了 那在这里下跌的时候 全文卖完的时候 你就要很高兴 因为这里基本上是很低的 还会在底 但是低到不到难去 正在阶段基本上是 赚钱的比例是很高 只要你不怕被 当时住一些套房之类的 如果当绝望发生的时候 哇你就会很乐观了 非常非常乐观 这里 那个股价基本上 你看得到就大折扣 比如说你买一杯咖啡要10块钱 你直接用一脚签就可以买到 你会买多少杯 我会买很多杯 然后再买出去 就算买两脚签也好 也是100%的盈利 这个就是它的分别 反而这里就那些人 他们那个咖啡 10块钱 他们单用1000块来买 这里就是要跟分别 那我们来探讨马来西亚过往的熊市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也是从1981年开始 你可以看一下那边指数是 这里是开始 这里是它的年份 然后中止日期 然后开始时候 然后它的那指数 然后结束了指数 第一到最厉害的是1997年 这里也是有很多人跳楼 你看下跌幅是整79.57 然后要可以买 啊我们所知道 去根据这2467年 过往7年的熊市对比来看的话 是当那股市跌到30% 我们才可以真正称赞为熊市 通常有样东西有很多 那些师傅会跟你讲 我现在是熊市 这个是一个很难判断东西 因为我们看过往就容易 往往我们当那个事件发生了 我们才知道 熊市也是同样东西 它已经发生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这是熊市 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没一个人可以猜得到了 就算猜得到 那个也是反弹 或者是调整 是你要搞清楚 30以上的才是熊市 15%或者是算是调整 就是小熊之类的吧 所以很多市面上 现在也是很不明朗经济 不过也是很大可能性 可以到熊市 因为也是接近了15%的跌幅了 在马来西亚目前为止的那个指数 所以这点要很小心 然后这里整个的重点就是 由于很多我们都是我们的老城市 从很小已经被设定好了 就变成那些书架的模式 不管你我喜不喜欢都好 从我们所学的啊 在学校那边学习的东西 我们都是跟那些啊 过往所讲的这些城市设定 这城市如果是根据以前的劳力活动来的话 是很好 但是现在啊局势已经不通了 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下 当然然后设定城市还是没有upgrade 就是比如说现在的windows已经出到windows10了 你没有可能还是用这windows98吧 或者啊windows98 这就是蛮过失 我们的目前我们的交易系统就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是很不幸的 还有一样种就是不止损 这个是很大问题来的 然后把不止损 为然后改到可以止损的话 我们就要应用转折点咯 好转折点很好 然后心态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这就是在股市应有的心态 如果没有这样的基本心态的话 你是很难有一番作为 就是如果你要达到持续 在股市达到持续性的盈利的话 这是必须要的心态 我相信你太听到这样多的话 或许因为这篇我只是局限为心态面罢了 如果你想要跟我学习更多的话 当然我也是有写一些电子书 目前我已经完成了两本 第三本还在进行中 也是很快要开始的 就是9月会太会动笔 所以讲是在进行中的 然后当然也是可以参与我在2018年的讲座会 来学习这些技术 这些商技之类的 因为我自己只跟你讲的是形态罢了 所以实际上那些实上的技巧 技术之类的 会跟你分享在我的讲座 当然这些是你有兴趣来参与 所以电子书方面我之前不是讲 有完成了两本 第一本就是技术分析 第二本就是基本分析 然后现在可以做这个是平单 基本上这前面两个 技术分析跟基本分析 它的真正的应用 应用会在于平单方面 你看到平单方面 还会用很多这些技术分析 基本分析的困难在一起 因为市面上他们只是单单分跟你 技术分析 然后他们跟你讲实际上要用在哪里 怎样用 这个平单也是我用的一个工具之类 当股市下跌时候 只要这个工具有存在 有那个工具在 我就可以赚钱 我也是套入这个 我才可以增长 把我资金增长到超过一千倍 当然只是靠平单 还有借他人的利 至于技术分析 至于技术分析 这本书我会跟你讲 在我的电视这本书里面 还要讲解蜡烛的基本学 这是很重要 蜡烛是一个很强力的一个走势 突然的 你可以单的靠着蜡烛 不需要吸到东西 如果你的经营老大的话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那股是怎样的 个股是上还是下 还有另外一个是纸票 我所用的纸票 基本上我不是用很多个纸票 只用大概八个罢了 最多八个 基本上没有用八个 这样越用越少 只用一个两个这样罢了 还好当然在不同的阶段 股市阶段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图形 可以赚特别赚钱的 比如说是牛市中期的时候 会出现很多那些旗型的 或是三角旗之类的 上升三角形 然后目前的股市那边 比你比较赚钱的就是 杯钢 那个 Cup and Handle 杯根饼 那个之类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 这就是我放进技术分析 这本不会超过一百三十页 蛮少的 然后至于另外一本就是 这一本 啊 这一本分析 这本分析就是 怎样有效的阅读财报 毕竟财报那边有少的都有 七十八十页 或者是六十页 最少也是六十页 没记错 然后多的话都有三千 比如说Nestlay之类的那些 还有那些Maybank 也是蛮多一下的 是因为我们要怎样有效的阅读财报 当然 这个就是他的我所分析的 啊 我会写在里面这里 然后怎样寻找高回错的股 这也是很多人希望的东西 在大马那边 基本上有那些股 他有一定的形态 就是政治局势啊 或大环境之类的 我们也是可以根据这些来寻找 他的高回错的股 股 这里有一些写错的 这正确来讲到股市股市股 不是股股代股 在马股有效的运队策略 这里是一个很重要一些的 另外我们 当然学位基本分析还不够 我们还要知道还要怎样去应对 怎样去赚钱怎样去啊 分配我们资金之类的 当然还有其他东西 最平安方面就是最简单的就是 怎样提高你投资回酬 但是基本分析那边也是还不够的 如果你要真正的赚更多的钱的话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一环来的 比如说你目前只是赚十八千二十八千 都很稳定的是吗 单单靠这个平安的话 你可以提升为二十四十 或者是六十之类的 或者是超过一百八千 这个就是平安的奥秘 很神奇一下咯 然后还有怎样在下跌的股市中赚钱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只要那个工具有在 你就可以赚钱了 不是一般的市面那边讲啊 只要从皮房 啊那些皮类的股市中赚钱啊 就是讲那些什么 啊价值投资啊买进那边等一段时间 我这个不是 我这个是当场可以看得到那个 当股市下跌越多 你赚主赚的钱也多 如果我会透露的话 这个叫做put warren 然后这里也是会跟你告诉你 怎样在一年里 你把一百九十把增负到两百二十千 或者是二十二万 这就是我在啊 2014年里面所达的 赚负那个啊 资金增长到这个阶段 这个也是很惊讶一下 因为2014也算是一个啊 啊不错的牛市 只是下半年的时候 我没有尽量的配合到 不然的话他你看到这里 应该不是这个数目了 而且应该会啊 多多一个零在后面 当然还有其他东西 至于电子书方面技术分析 也是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华语版本 华语版本就是97块 英文版本就是49块9 至于为什么华语版本会比较贵 所以是因为华语版本的那个 他的那个 video 就是关于跟你讲 怎样做技术分析的 他的那个 video已经完成了 反而英文版本还没完成 所以他的价钱 目前会比较低 当他们两个都完成的时候 价钱是会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基本分析 基本分析方面呢 因为啊华语跟英文版本也是一样的 不过他们是算在 啊 美元美金37美元哦 这你要清楚知道 如果现在的会万一是4块 198我算4块好了 都要整130块了 所以平单这方面 你会看到他的价格比一般的时候会更高 他也是有 我之所以会 算这样高的价钱 这个也是因为他赚之太容易赚钱了 也是很容易亏钱 所以 这笔钱给的错 基本上不是问题 你也是可以赚回来 如果不放这样高的话 也是 有点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是蛮容易亏钱的 嘛 如果算他太弃的话 也是不大好 因为这个也算是放了我很多实战经验 有了这个工具 这个这个知识 还有这个啊 过完的经验 他最是贵在证据来讲 是我的经验那边 还有怎样用那些工具 怎样有效的去筛选那些平单 这些全部都是啊 市面上所没有教了 市面上所教的东西是蛮复杂 我已经把它简单化 所以也有好也有不好 如果是新手的话就不鼓励啊 买进这平单 当然这个平单的书 啊 我是 只会选人来卖的 看那些人心态不大好的话 我应该是不会买出去的 不是应该 我是肯定不会卖出去的 就是想你看到也不一定买得到 因为这个平单卖进了 你也是会被加进特别的群主 像我们可以看实际看这个啊 然后也有邮会价 然后你看的这些书也是蛮贵的 真的呀 如果我跟你讲 有整大概60%折扣于我目前所写 或者是将来所写的书 你会怎样 当然这些东西 最简单的就是他的那个 先决条件就是一定要报名参加 我在2018年的讲座会 我2018的讲座会 这个是他四个 这个啊 Program就是四个不同的课程来的 我把它融合在一起 这四个课程他分别是是入门课 还有一个就是跟你讲 基本分析跟技术分析 之后才跟你讲平单的 这个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平单 这个这里是四个课程合议 所以这里目前为什么 这个放英文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还没有做回 华语的只有英文而已 第二课程他的价值大概是这样 我就直接审阅 因为他是英文的 所以我就不跟你讲解这样多了 所以他的价值是总共是八千多了 ok 然后第二个课程 价值是九千多 也是有一家那个是打这两个课程 只有在我的那个入门课的时候 会当场签名啊 就是当场参加的话 就有那个有一家 不知道是没有到一家的 所以这个是还有另外一个是最多 这个最后的一个课程 就是三天的那个课程来的 这个就是可以跟你讲 怎样运用他人的借力 来达到更高的回酬 正高的不是回酬 正高的那个资本正值 会跟你讲一些东西 然后之后上完了课 我还会给你七天的复习 就是一对一的那个教导来的 所以这个也是三加七 总共是十天的课程来的 这个的价钱也是蛮贵的 这个一个价就用讲量多 就是等一万 三块钱就到一万了 然后至于这个讲座会 我所说的刚才当2018的讲座会是 如果你现在给钱 目前到2015年最后一天 如果现在是2015年的话 你看到这个 你就要尽量的采取行动 你的我所说分议的是 1,997一个人 这个是跟着 今年的2015年 6月的时候的所收的费用一样的 就是这个是特别的余会价 然后从2016的第一天 就是1月1号到2016 最后一天就是12月31号 就是会提高500 就是变成2497 在2017年到2017年的最后一天 也会提高另外500块 变成2997 在2017年 哦这个不是2017不好意思 这是2018年 这里2018年这个是2018 第一天到奖座会的两个星期前就是3997 少过两个星期就是6997 为什么会特别贵 因为啊复印的那些材料之类的那些比如说笔记啊 厂地啊之类的全部要会经过调整啊 这个是你了 这个讲座会基本上是会由 那早上9点到晚上 10啊9点 是12个小时的课程来的 早上9点到10点基本上是会供应早餐 还是一天四餐 所以是包到完了 你只需要带一些东西来就好了 那我带课程那边就是我会给你 那个Exceled Hardest 是类的就是会给你整个当天的那个课程的那个 啊 video 我会录下来整个构成的所以不用怕的 如果你得进来的话 ok 比如说你只参加讲座而已的话 你就会被 啊 加入什么人 special facebook 发工工 这个也是有条件的 是你要付完整个费用 不是 付10块 21百块 你是要付完那 跟着 这里所 显示的价格 如果是2015年的话 就是目前为止 你就会立刻加入这里 目前已经有两个人加进去 他们也是赚了 超过他们所给的钱了 在这里我们 啊 这个 facebook private group那边 我会教导你怎样从股市赚给你所投资 在我这里的讲座会 啊 讲座的费用 所以你不是不用怕 是绝对支回你的票价 如果你参与讲座会和买进平单电子书的话 你还会多加入另外一个facebook private group 这个会集中在平单的学问 还有很多那些例子给你看 怎样去看那些平单之类的 会比较特别专攻在平单方面 比如说一个个股怎样啊 我会看那个股有没有前景 如果那个股有不错的前景的话 我们就会看他那个平单 值不值得买进 这里也是会在意这个股呢 啊 这个是他的特别东西 如果你没有讲座会的话 你是买平单的话 你就是会加入这个 啊 特别的facebook private group 但是目前还没有别 如果我现在采取行动 ok 报名讲座会而已 当然这个也是看年份的 如果是2016的话 就是对不起了 你就是要给2497 如果是2015年 就是目前为止到最一天的话 你就是给这个钱 或者是你 啊 平单的时候 你一看的到 好是算你997 而不是997美金 而是马币 这你会看到他的那个价值是 肯定低过60% 然后如果最后一个就是 啊 两讲座会啊 三本电子书的话 会收你这个价钱 所以你看到这个总共的价钱来讲 你才多付了 那个一点千多块 是千多块而已 你就可以拿完三本书 好过你给美金 那个如果一本一本就买起来的话 你都要给张差不多五千块 在目前为止我只接受银行转账而已 因为这些我也是会选人的 不是说你要来进来就进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啊 联络我在这个网址 gokhi.com gmail.com 到此为止 这个人 谢谢